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鞠你跟林鄭說了什麼 剛才我跟處理特首要求了一件事 說我們外面的工人在外面等著他 可不可以要求他出去 去聽我們工人的心聲 我們的辛酸 因為今天已經罷工三十天 但處理特首這邊 他是拒絕了 所以我們覺得很遺憾 當然他也是很遺憾地說 希望雙方回到談判桌 我們工會方面很清楚地說 我們很想回到談判桌 但問題就是 我們覺得HIT那邊 他經常說責成外判商跟我們談判 現在還未知道 有什麼外判商 代表機首那邊 是跟工會方面談判 今天卓永興處長打電話給我 就說上次我們問了他一個問題 就是高保結業了之後 是誰會替高保那個合約 他就說是現有的外判商 變了如果是現有外判商 培記和聯詠 我們覺得 剛才我跟卓永興再說 我們等他到底培記和聯詠會不會出來談判 我們希望他盡快答覆 我們覺得整件事本身 其實整個都是等勞工處去問HIT 拿到個答案 我們上次是星期一問他 我要等到星期五才拿到這個答案 然後跟著我又等他給我下一個答案 就是培記和聯詠會不會出席 所以整件事我們說政府滑船不力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那些事情是很慢 現在已經進入第三十天 連個談判的對象 都未可以讓我們去搞清楚 我們是非常之遺憾 我們覺得我們罷工工人罷工三十天 我們是很希望可以加到工資 是復工的 但是現在我們覺得很多時候 透過勞工處溝通都是非常之緩慢 我們現在繼續是還要等 到底勞工處那邊答覆我們 到底培記和聯詠會肯不肯出來 是跟我們去談判 這個就是剛才我最後 希望他盡快答覆我們 但是我們都覺得很遺憾 處理特首是沒有去見工人 現在我覺得整個今天的安排 我覺得完全是阻隔工人 是向特首去表達意見 我覺得是不是香港已經是沒有了表達的權利呢 是不是現在特首或者處理特首 就變了國家領導人這樣 去到哪裡呢 遠遠都是不可以看到示威呢 現在很明顯 遠遠都看不到示威的 這是什麼叫香港呢 我覺得警方的安排是非常之遺憾 為什麼要這樣阻隔工人 我們一直都和平示威 我們只是想表達我們 給林鄭月娥處任特首 看到我們的相片 我們那種新宣法 但是我們得到的回應 就是警方的阻撓 我覺得香港本身 是不是已經沒有了這個表達的權利 我們現在所有對特首也好 處理特首也好 都是要好像李克強、胡錦濤 無法說這樣 沒有雷工那麼遠呢 搞到今天很明顯是沒有雷工那麼遠 大家看到我要求 其實在外面那裡 起碼停車的位置 可以讓我們工人可以見到他 但是 警方方面是拒絕的 搞到我們最後 只是可以遠遠地去 林鄭月娥看不到的位置去表達 那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們是覺得 這個特區政府是太過分 不理工人死活之餘 還要不讓我們工人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好不好 有沒有野角圖補充 好 好 OK 謝謝 好